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的 您是国民党青年团的 是吧 我是共产党共情团的 我以前是 因为岁月大了 已经自动退团了 然后我先表明我的立场 我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好 那我现在开始问您几个问题 你们现在的国民党 权子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的国民党 权力来源于最早的国民党 对吧 对吧 权力来源于最早的国民党是什么意思 对啊 就是你现在之所以之所以叫国民党 对不对 那你早先的权力 意识 想法 都来自于之前的国民党 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有一些脉络性的继承 嗯 对 对 有继承 那我想问你 孙中山 蒋介石 蒋经国 这三位 在你们国民党 是什么地位 孙中山 蒋介石 蒋经国 三位 就是说孙中山 就是总理嘛 然后这个蒋介石 是总裁 然后蒋经国 算是第一任的主席啦 对 就是你之前三位最重要的领导人 可以这么说吧 是 对不对 对 那请问 这三位大佬 有没有一位大佬发表过两国论 哎 时代不一样的 已经隔了一百年快 蒋经国 事事都已经这么久了 总会有论述不一样改变啊 蒋经国晚年的时候也说他是台湾人嘛 对不对 那你们把后马 把人之前三位大佬所坚持了这套思想 推翻了 不承认了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管自己叫做国民党 我自己认为国民党它最主要的一个意识价值 是以民为本啦 你如果没有以民为本 你这个政党根本没办法成立 我也用不着出来嘛 如果都是只是个人利益 都只是一些比如说军阀也好 那说难听一点的就是这个根本不是政党嘛 对啊 那最主要你就要回归到人民 你现在人民 你现在自权下人民 大家的主要想法是什么 你应该以他们为主 尽量去让这些人的生活过得更好 然后在国家的主权意识上面去 符合这群人的共识 这个其实还是最主要国民党的任务 但是你说以民为本 不好意思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但是你说以民为本的这个概念 所有的政党都说的是一样的话 没有去 狼哥 那个这样好 你的麦有点点 不然你先把你的那个问题提问出来 然后我让那个博汉一次回答 好吧 不然你们再来 再来一个问题 对 好 好 好 你刚才说要求中国公平的对待台湾 有这个是吗 要求中国公平的对待台湾 对 要求台湾跟那个主事平起平坐 那你有没有这么要求美国 嗯 嗯 好 中国对台湾是平起平坐的吗 嗯 这个问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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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这么混淆概念的情况下 就是你刚才 其实刚才我说的那问题就这个 混淆概念 你现在跟民进党有什么区别 好 民进党也说的他自己是为了人民吧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说自己不是为人民 对吧 好 还有 国民党 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一开始的三民主义是一个目标吧 嗯 但是在进入现代社会它的目标呢 啊 好 第四个问题 反共产党 你反的是什么 嗯 好 你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 好 我问你 你国民党以前没有过稍微就是说集权的行为吗 好 你现在没有吗 狼哥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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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您的问题太多了 这个这个一次没有办法回答 那个我帮你精简一下好不好 就是 就是 呃就是 呃 美国嘛平等对待 然后就是国民党的目标跟反共 这三个问题好不好 我们整理出来 让伯瀚回答 可以吗 哦 好 那那个 最后吧 我问题我不问了啊 嗯 我奉献国民党一话 嗯 知道吗 嗯 选票拿到了 不代表政权拿到了 嗯 好 明白什么意思吗 不能为了选票 去违背你们党最开始的目标 好 什么东西都为选票去服务 那你这个党就失去你自己的初衷了 好 好了我说完了 好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平等的对待我们台湾啦 好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要求美国 我们怎么不这样要求美国也平等对待我们呢 哦 这是第一个 好 然后第二个是国民党作为一个党 那到底目标是什么 好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反共 那我们是反共 现在还反共 到底在反什么 大概就这三个问题 来 伯瀚你来回答吧 哦 这是第一点 因为第一点我觉得他就是要一个 我自己认为 呃 未来中华民国他必须要 在国际上 必须要一个正常国家的姿态呈现 所以 我当然我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等对待 同样的我要求美国对等对待 包括说世界各国都应该对中华民国对等对待 那中华民国也要对别人要有对等对待 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国家运作下的原则嘛 对 那既然我都支持这样子的 必须要用正常国家的方式去 去去去去 我应该说 中华民国未来必须要用一个正常国家的姿态 呈建在国际舞台上面 那同样的 我当然也支持 刚刚应该是郎哥嘛 郎哥所讲的 用相同的这个标准去看待美国 这个我认同 嗯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是 第二点是 国民党 那国民党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说什么为了人民 那每个政党都把这个目标 那你国民党到底还有什么特别的 嗯 那基本上国民党还有就是说 呃 第一个人民多元优先 再来就是跟民党最大区别 认为说啊会变小率又怎样 跟我自己觉得跟国民党跟民党最大区别是在于什么 在于说呃 国民党他本身他的专业性是 以过去好的状况来说 国民党在论述上是才理性的立场 然后在这个呃 执政的这个能力上面 是强调技术官僚 强调是专业治国 嗯 这个是跟民党有所不同的 我们至少不跟民党一样 是呃 当他没办法处理问题的时候 就直接把意识形态拿过来压 然后呢 凡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开始诉诸于感性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国 我讲一个正常的国家 内部的政党竞争不会在 嗯 国家 不是在国家主权立场上的对立 不是说什么我支持同意 我支持 支持独立 几乎没有国家有这样的状况 那国家都是在政策上面的竞争 那国民党必须要 应该说整个中国 我认为中华民国的政党竞争模式 其实应该要跟一般的正常国家一样 就是这个政策 大家是支持资方 还是支持劳方 这个政策上面 他是进步价值 还是保守价值 应该是回对到上面才对啊 那国民党有自己的立场 国民党一直来就是一个稳健 一个稳健的改革 的改革立场 然后必须以理性作为出发点 然后考量专业 考量这个 这个 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量 这其实是国民党 他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其实过去都一直被意识形态给压制住了 这样 国民党这样子的 政党定位也没办法被凸显出来 那我认为必须要遇到这样子 博汉 不好意思啊 我稍微再补问一下 因为 我觉得你刚刚这样回答 应该是没有回答到狼哥的问题 就是说 狼哥所谓的政党的目标跟价值 他应该是更高一个层次的 而不是 你说什么 我们理性然后专业 其实 每一个政党 他都有理性跟专业的人才 哪怕民进党 他也可以去找理性跟专业的人才 那只是 就是说 政党 像当狼哥所建立出来的一个 对 政党的目标 政党的愿景 他其实是建立在一种 国家主权是不明确是混沌的状态的情况下 可是正常的政党没有人是 正常的国家并没有 没有政党有这样的发展空间 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国家都是认同的 就是中华 就是你这个国家认同性是 是已经出现已经稳固的 所以呢 彼此政党建的竞争 政党建的目标 才会放在是政策上面的辩论 才会放在是治国能力上的高低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 国民党在你个人认为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区别就是 所谓的我们国民党比较理性 然后比较专业问证 大概是这样是不是 真的是 好 OK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那现在反共到底在反什么 为什么要反共现在 现在反共反的是 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权的一些迫害 然后对于 自由等等权力的剥夺 现在应该很多网友都好反向过来 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限制 对啊 那我们希望说 如果 既然大家都觉得说 自由 然后是一种普世价值 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 那应该在世界每个角落上 都要好好的被实践 我们不容许说有特殊民族在某一个国家里头 是处于弱势的一方被打压 然后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办法讲自己所想讲的话 好 OK 我觉得目前 那个柏翰不好意思 我再追问一个 对不起 就是虽然是狼哥问题 但是我主持人 我有特权 我追问一个 那个 你刚刚说 现在反共主要是反 就是共产党对人权跟自由的迫害 你讲就是比如说现在对岸的网友要翻墙什么这些 那其实翻墙这一点我也很痛苦 因为我现在也要翻墙 但是除了翻墙这一点 你能不能再举出一些其他比较具体的例子 这样 我觉得像香港最近的状况就是 大家都知道支联会 可能墙内的网友不知道吧 就是香港这个支联会 他们最近一直被国安法的这个民意被起诉被拘捕 然后被限制自由等等的 那其实你直接去看支联会的论述 支联会论述其实就是很简单 它就推动民主自由价值 那甚至它是 它的论述还是没有所谓的分离 以中国的角度来看 其实并不算分离主义 它是要支援在大陆的同胞 让大陆的同胞能够有更多的民主 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 它这样的论述反而在香港已经完全容不下去了 然后被以国安法来起诉 被以颠覆国家的 国会颠覆政权的这个民意所打压 对啊像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没办法在公开场合上 敢勇敢的讲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还 对还不会被国家给受到任何的压迫限制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国中的共产党所执政下 咖啡地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好吧 okay 好 okay 好了解 谢谢伯ァン回答的这个 刚刚是这位狼哥啊 这位网友的问题 好那我们再接下一个 情oid 情oid 我是 自己 bypass